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拍谈 去做治疗 好像很辛苦吧 没有 那个街景很迷人 因为我走的那条街上 都是些青少年进在补习班里头 不管暑假 寒假 或者是假日 或者是下课以后的时间 都在补习班里头 也许爸爸妈妈上课 也许自己的功课 需要到补习班来补习 或者像安清班那样 这个有一天呢 我看着 我就看着好好玩了 那个补习班的窗子大大的 亮亮的 那么有一个工人呢 就是专门服务的 来给他洗窗子 拿着那种圆的滚筒啊 那个有个架子在那儿 洗窗子 来回洗 你猜怎么样 我看着两个小朋友站在那儿 他洗 跟着就上去 跟着下来 跟着上去跟下来 后来那个洗窗子的工人呢 就逗他们玩 就在他们两个隔着玻璃的脸上啊 就再来回洗 哎呀 两个人开心呢 这么洗来洗去 洗来洗去 各位 我看见孩子那份开心 那个单纯 跟金钱没关系 只是因为大人关心他们一下 哎 逗他们一下 他们就觉得好好玩 哎 你看啊 拿着那个东西 在他们这儿弄一弄 他们的脸跟着上来 跟着下去 亲爱的朋友 我们自己的孩子 我们有没有常常逗着他玩的 我们有没有看到街上还有很多奇怪的景 很好玩的景 哎 看一看 学一学 很有意思 你们要看呢 这个是讲起来烧闭油条店那样 那个炸油条 炸油条我学过 我专门学炸油条 那时候 这个拍戏 回来晚了 天快亮了 收工了 他们那事炸油条 我就拿筷子在这儿慢慢学 我就学 我就觉得一个人呢 多一些好玩的感觉 哎 多一些勇敢的那种去试探呢 一定过得很快乐 上帝赐福你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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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可以赶快点的